第138集 善恶有报,天道轮回 李牧没想到他会有报应 更没想到这报应来得这么快 他以前嫌弃柳寒烟,没有理清能打,没有晚晚听话 他居然都记在了心里 他看着柳寒烟张了张嘴,竟无言以对 床上的气氛有些尴尬 柳寒烟走下床,穿上鞋子说道 我回房了 李牧本来想解释,他没有涂他的钱 想想还是算了 反正他们都住在一起了 日后有机会证明自己 证明他并没有贪涂他的钱 只是单纯涂他的身体 来到郡城之后 李斯一句惊醒梦中人 让李牧认清自己的同时 也开始正式起了感情之势 这半年里李牧一心凝破活命 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这些问题 在这种情形下,还有两名女子走进了他的心里 李清是他修行的引路人 叫他修行,帮他凝破 处处维护他,数次救他于性命危及 柳寒烟虽然修为不高 但他心地善良,又体贴入微 身上闪光点无数 净乎满足了男人对李享妻子的所有幻想 对李牧而言,他的吸引远不止于此 纯英和纯阳天生便适合双修 出场滋味之后,两人已经谁也离不开谁了 想到李清时,李牧还是会有些遗憾 但他也很清楚,他无法改变李清寻道的决心 李四说要珍惜眼前人 虽然说的是他自己 但李牧想的却是柳寒烟 今日在郡衙门口李牧看到他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了决定 只不过,柳寒烟不是婉婉,想要攻略他并没有那么容易 感情的事情不能操之过急 反正他已经到了郡城了 短时间内也不打算离开 他们来日方长嘛 等明天去了郡衙后,再请教请教李四 李牧收拾起心情 小白从外边跑了进来 跳到床上,乖巧地说道 恩公 他的修为比前几日精进了不少啊 主要是因为老狐狸临死前的传授 目前的他还没有彻底消化那些魂力 否则他已经能够化行了 不过正因为修为增长 他身上的妖气也更加明显了 郡城内修行者众多 县衙的总补头不过是宁魂修为 而郡衙的六个分部全部都是巨神修行者 郡魏更是以达中三境神通 他在郡城暴露的风险很大 即使他从未害过人 身上的妖气轻而醇 但妖物终究是妖物 若是暴露在修行者眼前 不能确保他们不会心生歹意 李牧轻轻抚摸着他的头 小白靠在李牧身上 宝石般的眼睛弯成月眼 目中满是惬意 李牧私存片刻 抚摸着他的那只手上 逐渐散发出金光 佛光可以驱除妖物身上的妖气 金山寺中妖鬼不少 但他们的身上却没有一丝鬼气和妖气 便是因为常年修佛的缘故 李牧用心经引动佛光 时间久了可以驱除他身上的妖气 当初的那条小蛇 就是被李牧用这种方法 驱除妖气的 此法不仅能让他们体内的妖气 内敛不外泄 还能让他以后免遭佛光的伤害 佛光入体 小白只觉得全身暖洋洋的 十分的舒服 忍不住发出一声声吟 他体内的魂力 在这佛光之下逐渐融入他的身体 他用脑袋蹭了蹭李牧的手 双目有些迷碎 他已经能够感觉得到 他距离画形不远了 内院 柳寒烟在房间中还亮着灯火 他坐在桌前 单手托着下巴 目光迷离 难难的说道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谁也离不开谁 干脆在一起算了 这是说他喜欢我吗 李牧曾经不止一次的表示过 对他的嫌弃 嫌弃他没有李清修为高 没有婉婉乖巧可爱 柳寒烟对自己的自信早就被摧毁了一点都不剩了 现在他又说出让他意想不到的话 难道他和自己一样也是中了双修的毒呢 李牧离开这三天 他整个人魂不守舍 似乎连心都缺了一块 这才是驱使他来到郡城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柳寒烟绝对不会主动和李牧喝那几杯酒啊 没有那天晚上的同情就不会有今日的困境 可惜呀没有如果 不过想到李牧居然对他产生了欲情 他的心情又莫名的好了起来 仿佛找回了往日丢失的自信 他以前没有考虑过嫁人的事情 这个时候仔细想想 嫁人似乎也没那么可怕 李牧除了有一颗想取很多老婆的心之外 好像没什么明显的缺点 如果嫁给他的话 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 他嘴角勾起了一丝弧度 得意道 现在知道我的好了 晚了 以后怎么样 还要看你的表现 这个念头刚刚浮现 柳寒烟就暗脆了几口 休脑道 呸呸呸呸 柳寒烟啊柳寒烟 你明明没想过嫁人呢 你连晚晚的男人都要抢吗 张山昨天晚上和李四睡在了郡城府 今天李牧和李四送他离开郡城的时候 他的表情还有些恍惚呢 他上马车之前 依然难以置信地看着李四说道 你真的要进郡城府啊 李四惆怅道 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张山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你也别太难过 香香阿锦小慧平儿 还有翠花那里 我会替你解释的 李四望着阳秋县的方向 积木远眺 淡淡地讲道 唉 你告诉他们 就说我已经死了 浪子李四的确已经死了 在郡城大人的压力之下 他不可能再浪起来 李牧也准备正式和柳寒烟之间的感情 回郡衙之后 虚心向李四请教追女孩的经验 李四双手枕在脑后 靠在县衙的椅子上说道 追求女子 因人而异 没有什么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适用的经验 但有一点是不变的 真心 追求女子的方法有无数种 但万变不离真心 这个世界上真心最不值钱 但也最值钱 你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 柳姑娘身世凄惨 靠着她自己的努力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这样的女子啊 往往会将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 不会轻易的相信别人 你需要用你的真心去打开她封闭的内心 在郡衙这几天 李牧发现 这里比县衙还要清闲 毕竟是宜郡的首府 没有点道行的妖物鬼怪 根本不敢在附近放肆 衙门里也相对清闲 听了李四的教导 李牧早早的下衙回家 去菜场买了些柳寒烟喜欢吃的菜 吃饭的时候 柳寒烟在李牧对面坐下 拿起筷子 在餐桌上扫尸一眼 发现今天李牧做的菜 全部都是她喜欢吃的之后 突然抬起头看向李牧问道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求我 没有啊 李牧否认 柳寒烟也没有多问 吃完饭后准备收拾碗筷 这是她和李牧在阳秋县时养成的默契 若是一个人做饭 那么另一个人就要刷锅洗碗 李牧站起身 将碗碟收拾了起来 对柳寒烟说道 放着 我来吧 柳寒烟狐疑的看着李牧 你真的没有事情求我 说了没有 片刻后 柳寒烟坐在院子里 时而看一眼厨房面露疑惑 李牧今天的行为有些反常啊 让她心里有些忐忑 想到她昨儿晚上的话 柳寒烟更加笃定 她不在李牧身边的这几天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了 李牧洗碗碗又主动削好了一个苹果 走到柳寒烟面前递给了她 柳寒烟左右看了看 不确信的说道 给我的 这里还有别人吗 看着李牧第一次给她削的苹果 柳寒烟并没有感动 一脸忐忑地说道 你别这样 我害怕 李牧将那只削好的苹果分给了婉婉和小白 自己回了房间 她实在是搞不懂成熟女人的心思 还是婉婉和小白可爱简单呢 她打算先放一放柳寒烟的事 这两天吸收了不少的欲情 李牧将其量化之后开始继续修佛门六识 宁魂的最佳时机是在每月的初三 十三二十三晚上 除了这三日之外 宁魂效果十分一万 但修六识则不分时段 李牧已经修成的第一识眼识 寻常道行的妖鬼在她眼中是无所遁形 眼识修到高深处 可以看破一切虚妄 不被幻境阵法所困 这是天眼通的法术也不能媲美的 柳寒烟晚上到时间 又来到了李牧的房内 也没有再提起昨晚的事 两人心照不宣的盘膝相对而坐 直到两个时辰之后 她才下床离开 第二日一早 李牧刚刚来到县衙 椅子还没坐热呢 照不头便走了进来说道 衙门昨天接到村民报案 城外的郭家村发生了一桩怪事 我怀疑是有妖鬼在作祟 你去看看吧 除了李牧之外 赵不头手下所有人都出去寻街了 李牧问清楚了郭家村的方向 一个人从东边出了城门 往郭家村而去了 走之前他已经问清楚 郭家村并没有出现什么人命案子 他才刚刚来到郡衙 那些重案 赵不头也不会交给他 郭家村距离郡城不近 李牧用神行服务 也花了近两个钟的时间 他来到郭家村 找一名村民问清楚了情况 敲开一户人家的院门 开门的是一个农夫 看到李牧的衣着时 脸上露出了喜色说道 大人 您终于来了 快救救我的丈夫吧 李牧走进院子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我的丈夫不知道怎么了 这几天来 每天晚上出门 白天回来 到头就睡呀 叫也叫不醒 这是阳气不足的表现 李牧想了想问道 你丈夫在哪里 夫人指了指屋里说道 他白天一整天都在家里睡觉 李牧走进屋内 看到一名男子仰面躺在床上 寒声震天呢 他眼眶深陷 脸色苍白如指 李牧目光金芒一闪 便看到此人身上 阳气极度不足 气魄虽然全在体内 但都暗淡无光 没什么效用了 试睡难醒 便是非毒和尸狗两破 失去了效用之后的表现 李牧也曾经经历过 只不过 他是因为气魄缺尸 而床上的这个男人呢 是因为被什么东西 吸走了阳气 那些心术不正 但又没胆子 害人性命的低节妖鬼 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吸人阳气呀 妇人看着李牧担忧道 大人 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李牧看着昏迷不醒的男子说道 等他醒了以后 你什么也别说 什么也别问 他晚上若再出门 我会跟在他身后的 作为捕快 李牧曾经仔细研读过大周律 大周律法 大都是为大周子民指定的 但对生活在大周境内的 妖鬼精怪乃至于修行者 也做了约束 对于一般的小案 比如黄鼠夫妇啊 只是偷了村民的几只鸡啊 朝廷也不会置他们于死定 依照律法 双倍赔偿即可 而对于害人性命的 要挟鬼物 律法毫不留情 除恶无尽 直到他们魂飞魄散才罢休 西人阳气修行 介于两者之间 虽不致死吧 但惩罚也不轻 最低也会废去十年道行 那些道行不深的妖物 可能直接会被从化刑打落到肃胎 需要重新修行 李牧先回了一趟衙门 将郭家村的情况 禀报了上去 赵捕头文言说道 嗯 今天晚上 我会派两名宁魂敬捕快 和你一起 不用了 李牧摇了摇头说道 需要通过西人阳气修行的东西 道行不会太高 我一个人应付的来 人多的话 我怕会打草惊蛇呀 赵捕头想起李牧 在第三场幻境中的表现 知道他的实力 应该不止宁魂 点头说道 嗯 那你一切小心 如若有什么不对 立刻推走 他走进职房里间 取出了一张符录 递给李牧说道 此符给你 关键时刻 可保你退路无忧 李牧接过符录 发现这是一张神行符 但此符中蕴含的灵力 要比李牧自己书写的神行符 多得多呀 符录品阶越高 威能越大 这种品阶的神行符 恐怕最低也是出自 神通镜修士之手 能发挥出的极限速度 也会大大提升 有了此符 哪怕是遇到中三镜的妖鬼 也能轻松退走啊 这种品阶的符录价值不菲 俊雅果然是财大气粗啊 玄阶符录 也能给普通捕块出任务时配备 李牧问过那农妇 她的丈夫每天晚上会在天黑前出去 现在距离天黑呢还早 李牧并不着急过去 她来到了俊雅一处堆满了书籍的屋子 从书架上取出一本书 坐下看了起来 不管是县雅还是俊雅 都有藏书阁存在 这其中的书籍是为衙门内的修行者准备的 君牙的修行者没有宗门 修行靠的大多都是朝廷提供的资源 这些书的门类很杂 俘禄啊 丹药啊 阵法 以及各种偏门的道书都有 虽然都是基础书籍 不可能触及俘禄派单顶派灵阵派的核心基要 但用于刚刚踏入修行的人扩展见识也足够了 李牧看书是来者不拒 不管是多么偏门的书籍 也不管现在能不能用到 他都不挑 千患上人教会李牧的 不仅仅是小心谨慎 不要轻信他人 还教会了李牧多读书准没错的道理啊 下午时分 李牧离开县衙先回了一趟家 柳寒烟正准备出门买菜 问道 今天我做饭 你想吃什么 哦 我今天有件案子要办 吃饭不用等我了 柳寒烟脚不顿的顿问道 那晚上还回来吗 应该会回来 李牧回家换了一身长服 和柳寒烟说了一声后 便直接离开了 晚晚从里边的院子跑出来说道 小姐 我陪你出去买菜吧 算了 不买了 柳寒烟放下竹篮说道 昨天还剩下不少饭菜 热一热 凑我吃吧 郭家村 太阳从西边隐没之后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一道鬼鬼祟祟的人影 从村内走出来 走到村口时左右看了看 见无人跟随才放心的快步离开 另一道身影 从村口的槐树上轻飘飘的落下来 正是已经等候多时的李牧 李牧身上贴了一张障眼符 跟在那男人的身后向山上走去 障眼符只能隐藏住形体 骗过普通人的眼睛 很容易被修行者感应到气息 但用来跟踪一个凡人也足够了 李牧跟着他走进了一座竹林 竹林深处隐藏着一间竹屋 那男人走到竹屋前 推门而入 吟笑着说道 小娘子啊 我又来了 李牧目光金芒一闪 看到那竹屋之上弥漫着淡淡的妖气 这妖气虽然并没有小白那么清纯 但也不算乌浊 说明此妖不是以人类为实 从妖气的程度来看应该是画形妖物 李牧再施展天眼中 与墓中的金芒叠加 目光透过竹屋看到了屋内的两道影子 其中之一便是那名男子 他平躺在地上一丝丝白气从他的鼻须中缓缓飘出 被另一道影子吸入体内 从那男子躺在地上身体抽搐的动作来看 他应该是沉迷在了幻境里了 这妖物通过幻境迷惑此人的心智 趁机吸取他阳气修行 画形妖物 李牧若是不动用雷法很难战胜 但使用雷法又会让他灰飞烟灭 这样一来 衙门那里便没什么交代了 更何况 以他的作为虽然有罪 却罪不至死啊 李牧想了想 突然心生一击 将白蚁留在了竹林中 缓步向竹屋走去 第140集 竹屋内 一名身穿翠绿衣裙的女子 正在吸收地上的男子的阳气 突然面色一变 目光望向门口的方向 竹屋门口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 一名年轻人推开竹屋的门说道 郭大胆 我说你这几天鬼鬼祟祟的跑出来 是在干什么坏事 原来是在山里养了一个女人呢 你要是不给我一点好处 我就回去告诉你家娘子 她会直接打断你的腿的 绿群女子文言 表情缓和下来 脸上露出了魅笑 脸不清一关上竹的门之后 娇笑着说道 公子不要啊 你要什么好处 奴家给你就是 说话的时候 口中吐出一道粉色的雾气 年轻人吸入雾气之后 表情逐渐迷离 她痴痴地看着绿群女子 喃喃道 我要你 绿群女子一挥一袖 躺在地上的男子 飞到竹屋的角落 昏迷过去 她一只手搭在年轻人的胸口 身子扭了扭说道 公子 你真坏 年轻人表情呆滞 她一步一步地将她扶到船边 打量着她的样子 小声说道 母样还挺尽巧 可有些舍不得了呢 她轻轻地将年轻人放在床上 自己也爬上了床 在她的身边不停地扭动 一丝丝白气从年轻人身上飞出 被她吸入身体 片刻后 绿群女子动作停下 脸上露出疑惑之色 后来进来的年轻人 虽然体内的阳气很盛 但她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吸了一丁点 反倒是自己体内 似乎有什么东西被抽空了 这让她脑袋一阵发晕 双腿发软呢 无力地跌回床上 她猛然抬头看向李牧 震惊说道 你 你不是 李牧左手掐掘 屋外白光一闪 白衣剑从外边飞来 被她握在手中 李牧指着那女子冷声说道 大大妖孽 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了 早在外面的时候 李牧就已经看出 此女的本体乃是一只青蛇 国家村男子杨气屡次北溪 就是这只画形蛇腰在作色 女子被白衣剑指着 脸上露出气急之色怒道 该死的 你是修行者 你不走正道 就应该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绿裙女子冷哼一声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她话音落下 突然凭空失去了踪影 床上只剩下一件绿色衣裙 哪里跑 李牧从床上一跃而下 手握白衣 追向门口一道迅速逃窜的青影 这蛇腰的本体 乃是一条杖许长的青蛇 身上布满细密的鳞片 李牧刚刚追出主物 耳边边响起了一道破风之声 一道黑影当头而来 李牧伸出手臂格挡 身体倒退竖部才稳住身形 即便如此 她的手臂上还是一片麻木 妖物最厉害的是她们的身体 如果不是李牧佛道兼修 身体又被玄渡和金山寺方丈 前后淬炼过两次 那蛇腰刚才的一技尾变 就能让李牧手臂折断呢 不过 刚才的正面相对 也让李牧对她的身体力量 有了清楚的认知 刚才的一技 这蛇腰虽然稍战上风 但她的尾巴也微微颤抖 说明李牧的身体强度 已经不弱于她的腰身多少 李牧干脆收了白蚁 她想凭借肉体 将这条化青蛇腰打扶了 玄渡当时的勇猛 李牧还记忆犹新呢 蛇腰一击没有起到作用 以尾当锥 向李牧胸口刺了 李牧闪电般出手 抓住她的尾巴用力抡开 蛇腰被她扔出去 重重地砸在一棵树上 那蛇腰的身体隐隐作痛啊 心中也暗自震惊 这人类修行者的身体 比他们妖物也逊色不了多少 她盘踞在树上 声音恼怒地说道 开死的人类修行者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非要和我过不去 你西人阳气修炼 已经触犯了律法 老师和我回衙门受罚 还能保你性命 休息 那蛇腰冷哼一声 进了你们衙门 我还有活路吗 抽火炼破 去蛇胆 吃蛇肉 不是你们人类 最喜欢干的事情 那就手底下见真章了 蛇腰吐了吐口中的蛇心子 借力于术 身体向李牧飞扑过来 快得李牧只能看到一道残影 李牧双手握拳 猛地向前轰出 正好砸在他的脑袋上 发出一道沉闷的响声 李牧的拳头发麻 蛇腰则是被砸飞出去 身体挣扎了几下 还是没能爬起来 他震惊于李牧的力气和身体 忍住疼痛和眩晕 咬牙道 又不是你 吸干了我的气力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轰隆一道白色雷霆 将他身旁的一块土地 轰出了一个土坑 蛇腰双目圆正 他从这白色雷霆中 感受到了强烈的生死危机 这一道雷霆如果轰在他的身上 他的肉体一定会灰飞烟灭 连灵魂都很难逃脱 李牧见此蛇腰被吓呆在原地 也没有继续逼迫 他说道 我们打个赌如何 你如果赌赢了 我就放你走 如果你赌输了 就老老实实地和我回郡衙 接受律法的制裁 不过我可以保证 你犯下的罪行罪不至此 刚才那一道雷霆已经证明 此人有杀他的能力 人为刀阻 我为蛇肉 他没有选择的机会 他盘起身子问道 读什么 读你能不能乱我的定力 你若是能乱了我的定力 我就放你离开 青蛇犹豫片刻说道 你等我穿好衣服 他游走进竹屋之中 走出来时已经幻化成了人形 穿着那件翠绿色的裙装 他走到李木身边 目光七分畏惧 三分疑惑地打量着他 不过很快 他就轻哼一声 正常男人 在他的魅弓挑动之下 是不可能保持定力的 李木站在那里 那蛇腰的下身现了圆形 轻轻地缠绕住李木的双腿 勾着他的脖子 从身侧凑近他的耳边 轻轻地吐了一口气 说道 一个人修行 多没有意思啊 不如我们来做一些 更快乐的事情吧 他嘴上这么说 心中却想着 要不要直接献了圆形 一口吞掉他算了 这个念头只是在心里一闪 就被他直接否决了 一来 他还从来没有吃过人 二来 此人的道行 他一点都看不透 恐怕还没等他付诸行动 就会死在他的手下 况且 这人类修行者虽然可恶 但长得颇为俊俏 如果能将他制服 天天吸他的洋气修行 取之不尽 用之不接 岂不是更好的修行方式 如此近距离接触之下 李牧心跳如常 这蛇妖的心 确实乱得起来呀 他吸人洋气 从来都是通过幻境 何时用自己的身体 做过诱饵啊 这扑面而来的 属于男人阳刚之气 让他一时间 有些心圆一马 连身体都软了起来 没有力气再缠着李牧 很快的他就意识到 他的身体里的确有力量 源源不断的涌出 他立刻放开李牧 惊恐道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李牧缓缓地睁开眼睛 轻吐口气 想不到有一天 他还是沦落到了 要靠身体修行的地步呀 这只化形蛇妖 所提供的欲情 比那两只女鬼 以及柳寒烟 夹起来都要多呀 收集七行 果然是道行越高越有用 你说了 李牧目光望向他 向着蛇妖走去说道 跟我回军崖吧 他走了几步 脚步突然一顿 抬头向着竹林之外 那里有一道强大的妖气 冲天而起 正在向竹林里快速逼近 那道妖气 要比这条青蛇强大得多 必定是已经凝成妖丹的中三境妖物 青蛇也感受到了这股妖气 脸上浮现出喜色 大声叫道 姐姐 救我 第141集 感受到那股强大的妖气 李牧顾不得这只青蛇 毫不犹豫地取出那张神行符 冲进竹屋 拎着那个男人的身体 从另一个方向急速奔出竹林 以他现在的实力 和全盛时期的青蛇相斗 不借助九字真言也不是对手 如果不是他一开始 被李牧吸了不少欲情 后来的交手中 李牧也很难占到便宜 若是遇到宁丹妖物 他除了逃跑 没有第二条路啊 李牧的身影迅速消失 一道白影从竹林外踏空而来 落在那青蛇旁边 青蛇抬头看着他 指着李牧离开的方向 咬牙说道 姐姐 快去把那个原类修行者 抓回来 白衣女子看着贪软在地的青蛇 轻哼一声说道 哼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 偷袭人类洋气修行 我这次出来 就是抓你回去的 青蛇从地上爬起来讲道 那我被原类欺负了 你也不管吗 白衣女子揪着她的耳朵说道 那也是你活该啊 如果被官府知道 我看你回去怎么和父亲交代 想到刚才那名人类修者 好像就是官府的 青蛇心中咯噔一向 表面上还是不服气地说道 你不久前不是偷跑出去了 怎么只说我 不说你自己 还敢钉嘴 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白衣女子瞪了她一眼 卷起一阵妖风带着青蛇 很快便消失在了竹林中 山下 李牧拎着那昏迷的男人 在山道上快速奔行 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 这神行符的速度远远地超出了她的预计 那只宁丹妖物并没有跟上来 李牧不知道那妖物和青蛇有没有关系 但肯定和她没关系 万一她有恶意的话 等她赶到自己可能就没有逃离的机会了 小心谨慎哪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跑 这是办差的第一准则 如果不是她的手段都不能轻易示人 李牧怎么也得多找几个帮手 到了郭家村 李牧越过一家院墙 将那男子扔在院子里 那名妇人匆匆地跑了出来 惊慌着说道 哎呦 大人 这是怎么了 李牧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男人讲道 她被妖物迷了心志 天天晚上跑出去 给那妖物吸洋气 才会白天湿水难醒 只要你看住她 不要让她出门 这种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 那妇人忐忑道 那妖物会不会找上来 不会 你看好自家男人就行 那只蛇妖的胆子 显然没有那么大 否则她就是以人类为血石 或是去四处引诱男子 而不是在那竹屋里 守株带兔了 归根结底呀 还是这男人自己 抵挡不住诱惑 才给了此妖可乘之机 多谢大人 妇人俯下身子 将男人扛在肩上说道 我把他绑在家里 他要再敢跑出去 我就打断他的腿 李牧离开郭甲村 将腿上的神形符 换成了自己画的低阶符录 这张高阶符啊 速度比他画的不知道快了多少 关键时刻可以用来保命啊 等到危机时刻再用 他先是回了衙门 将青蛇妖的事情 告知了夜里值班的捕头 李牧只是一个出入宁魂的小捕快 牵扯到画形妖物的事情 他就没有资格处理了 更何况是结成妖单的中三井妖修 衙门自然会派更厉害的人调查 那青蛇虽然没抓到 但他的欲情却被李牧吸了个爽啊 这种道行的妖物 情绪之力非常庞大 如果是普通女子 李牧可能要吸上上千位 才有可能凝破 但若是每天吸那青蛇一次 恐怕不到一个月 他的欲情就能圆满了 刚才其实不应该和那青蛇打赌 应该直接把他抓回来 天天吸欲情 助他修行的 跟踪了那个姓郭的很久 又和青蛇大战了一番 还要回衙门禀报 他回到家已经是子时了 柳寒烟他们已经睡了 李牧下午没来得及吃晚饭呢 准备给自己煮碗面 刚刚走进院子里 柳寒烟便拎着灯笼 从内院走了出来 李牧诧异的说道 呀 你怎么还没睡 柳寒烟打了个哈欠说道 有点饿 睡不着 我要煮碗面吃 你要一起吗 那顺便帮我也煮一碗吧 很快的 柳寒烟就煮好了两碗清汤素面 两个人在李牧的房里吃 除了几根青菜点缀之外 李牧的碗里还握了两只荷包蛋 他食欲大增啊 三下五出二吃完了面 连汤也喝了个干净 放下碗时 看到柳寒烟碗里的面还没有动 他愣了一下 你怎么不吃啊 柳寒烟单手撑着下巴说道 忽然又不饿了 你要还能吃得下的话 把我的也吃了吧 李牧看了看他 端起了他面前的碗 柳寒烟似乎看到了什么 突然抓住了他的手腕 了开袖子问道 你手怎么了 李牧低头看了看 发现他的手腕上有一道青籽 应该是刚才被那青蛇用尾巴抽的 他的身体虽然也很坚韧 但到底还是不能和妖物相比啊 他一边低头吃面 一边说道 晚上出去办案 查到一只妖物身上 和他战斗的时候伤到他 怎么这么不小心 柳寒烟皱起了眉头说道 白白嫩嫩的皮肤 弄成这样多难看 我去拿跌打的药酒 李牧的身体强热 恢复力也强 这种程度的瘀伤 最多两天就能自己消除了 但柳寒烟非要帮他抹跌打药酒 李牧有理由怀疑 他是不是只想借着机会摸一摸自己呢 不过这一次 他并没有在柳寒烟身上发现欲情 李牧很快吃完了第二碗面 柳寒烟将碗筷收拾起来问道 今天晚上还休息吗 我都想 看你 柳寒烟收起了碗走出去 很快又走了进来 脱掉鞋子 盘腿坐在床上 李牧也上了床和他相对而坐 开始日常的双休 柳寒烟闭上眼睛突然说道 你要想吸我的情绪便吸吧 反正只要想和你双休 就会有欲情 你每天吸收一点 总有能凝破的时候 和青蛇的欲望相比 柳寒烟的这一点欲情少得可怜呢 李牧摇头说道 不用了 我以后找机会从别人身上吸吧 你想吸谁 柳寒烟立刻睁开了眼睛 你是不是还想娶几个老婆 这 怎么了 李四曾经教导过他 追求女子不能一味的穷追猛打 这样只会减少自己在他心中的筹码 适当的时候也要忽冷忽热 若寄若离 让他产生危机感和紧迫感 反正两人到现在也没有确定任何关系 李牧依法享有娶老婆自由的权利 柳寒烟显然也意识到 李牧只是他的房客见双休伙伴 他似乎管不到他未来想娶几个老婆的事情 他想了想解释道 我是为婉婉问的 他有多么喜欢你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这样 他会很伤心的 要让柳寒烟产生危机感 但也不能太过分 李牧说道 我目前只想娶一个 柳寒烟心中有些满意了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 这似乎并不是最好的答案 如果李牧真的想娶她 那婉婉怎么办呢 最先喜欢李牧的可是人家婉婉 如果被她抢了 婉婉该有多伤心呢 她不能让婉婉伤心 仔细想了想之后 看着李牧说道 我想 如果你想娶两个人的话 婉婉也能接受 李牧看着柳寒烟 似乎明白了她的意思 虽然她嘴上没有说 但其实李牧和她都很清楚 他们两个人这辈子 应该是相互离不开了 柳寒烟刚才那句话的意思是 如果她以后想娶两个 她也能接受 婉婉是通房丫鬟 应该不能算是一个名额 她是在暗示小白吗 小白已经无家可归 化刑之后 肯定还会留在李牧身边报恩 但她刚才说的是人 而小白是妖 显然也不能算 难道她暗示的是李清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如果喜欢本书 请加入订阅 方便下次继续收听